资料删除 不需要的资料 假设我不需要的是标准 这边会多一个什么呢 就是什么 增前体重删除 后面记得是反向 为什么是反向 待会再讲 我先demo给各位看 按下这个按钮 自动帮我怎么样 把标准的删除 特别注意 怎么知道它是不是标准 所以我需要是从头到尾 帮我去检查 所以你for i 等于一样是第四列 到最下面一列减一 又是十三列 然后做什么呢 把里面的资料 K欄的资料先抓出来看一下 是不是等于标准 如果是的话呢 那就执行删除的动作 OK 所以程式基本上有个forness 中间再搭一个if if什么呢 K欄等于标准 如果是执行删除指令 所以总共成是五行 写完之后呢 我们demo给各位看 基本上就这样按下它 它会删除 不过删除的时候 最后可能会有一个问题 什么问题 它会这样 跑太快 标准删 四个各位看一下 全部删掉 不过你会发现 删除完之后 那刚刚那个按钮也不见了 为什么 自己也被删掉 所以你们练习的话记得 我刚刚是直接做练习之前 先复制一个工作表 再来练习 不然你刚刚做的动作 因为你在里面这样自己上删 它可以Ctrl Z 自己复原 但是如果你是用VBI做的是 没办法反原的 所以这地方特别尽量是复制另外工作表 再来练习 那你想说 那刚刚为什么 先解决第一个问题 刚刚那个问题 就为什么我做了一个按钮 那个按钮会消失 其实特别注意 这个有个问题顺便讲一下 因为如果你这个按钮 假如是预设的值 记得按右键 你把它按右键 控制项的格式 它的预设 特别只有 这边有个叫摘要资讯 这个摘要资讯里面 预设的设定是 大小位置随储存格而变 那意思就是说 如果刚好这个按钮 是放在那个标准的旁边 那因为那个标准那一列被删掉 那删掉之后 它也随那个工作表 怎么样 就变一条线 其实删掉它就变成没有 它就变一条线 一条线让你看不到的线就对了 所以那个按钮就变一条线 那所以怎么办呢 其实非常简单 改什么 下面不是有一个吗 大小位置不要随 那个改变就好了 所以以后我是建议啦 如果你将来写完的VBA程式 里面会牵涉到那个改变什么呢 列的高度的那些啊 你就改一下这个就好了 而且你可以一次改四个 我习惯是按右键 右键有没有 先选一下 然后再按Ctrl键 四个一起选 好不然的话你做一个 其他没做 那不是还在做 这很麻烦 按右键有个叫物键格式 那一次怎么样 大小位置 不随储存格改变 按个确定 这样的话 我们再来删除 你会发现还在 OK 这个是一个小技巧 因为很多同学 做了VBA之后 那个东西 这个部分不会 它就会 奇怪 为什么会这样 原因就是刚刚讲的 好 那我们来看一下 基本上程式该如何撰写 这个再把它删掉 因为它不可逆 OK 首先第一个 程式部分的话 我们来看一下 一一样是插入一个什么 插入一个 SARB程序 名称叫 增减体重 删除 那为什么要反向 底线反向呢 其实道理很简单 就是如果你今天 假如你要删除的是 第九 先删第九列 对不对 可是如果你把第九列删掉 应该删第十列 可是问题 如果你从上面删的话 先删第九列 你会发现 你要再删第十列会怎么样 对啊 第十列就往上了 怎么办 你删完它 你还要再把它减一 对不对 不然的话 它就会有问题 所以后来我就想了一个问题 因为之前我光在删除 无论删除列 删除蓝 删除工作表都一样 只要删除它就会地补 就头痛 所以后来我自己就想出一个方法 干脆我把反过来删算 反过来有没有问题 先删这个 先删十三 对不对 那再来十二是不是 是 十二会改变吗 不会啊 还在吗 所以记得 如果你只要牵涉到删除 的这些动作 我都建议你干脆反过来 就没有问题了 很多地方都一样 不只是只有删除列 删除工作表一样 如果你删除这个 后面不就地补了 那你不过反过来删不就好了 OK 这个我觉得应该是 还还蛮 我想到这个就觉得还蛮自豪的 因为这是我自己想出来的招 OK 有些东西其实不是书本里面的知识 是为了解决问题而想出来的方法 这样的话 那也许你有更好的方法 你也许可以试试看 如果有更好的方法 也欢迎再跟我分享一下 因为有些同学真的有想出一些东西 真的会告诉我 老师那个地方怎么做会更好 不错 我就上课可以再分享给大家 那再来的话 我们程式怎么撰写 一 反向 所以For I 刚刚是四到十三 对不对 现在把它改成13到4 但是后面请你注意加一个step-1 这个step 原来step预设值是step1 那预设值的话可以不行 除非说你是step 后面那个数字不是1 意思就是step加1 加1一直往后加 但是如果你要颠倒的话 我们就变负1 大概就差别在这里 由大到小step-1 OK 第二个 第二的话就是判断如果什么呢 一辅什么呢 K栏里面的资料 K栏里面资料 等于标准的话 有没有把一个 先把第13拿过来 所以K13 是不是标准 是 那就把现在的那一列 所以I现在是13 就把13 所以Rose 刮弧13 点Delete 他就帮你Delete掉 这个Rose 点Delete 特别是要点下去 那他不会提示 这是正常的 所以你自己打Delete 应该会吧 Delete 如果你怕拼错的话 很简单 你可以看一下键盘 键盘上面有个Delete 键 拼字是完全一模一样 所以你就打点Delete 他就会帮你删除掉了 其他结构都一样 所以有for 有next 有if 有end if 然后就删除 好 程式写完了 大概就这样子 应该可以理解了 所以你跑一下 那再来当然你按钮要不要加 其实我觉得不见得是必要的选项 因为你像我自己习惯是 主要我是要删掉的结果就好了 那我就怎么样 干脆我就让他跑一下 删除了就OK了 那我需要一定要加按钮吗 不一定 另外的话还有什么地方可以用 像我常常在用什么 有一些重复资料库 或者网路上来的重复资料太多 他可能同一列里面有好多 上下都有好多重复的资料 那我也可以怎么样 利用刚刚的方法 那比对的这个条件 就是if sales idea 假设是K欄 跟他 所以你后面假设是要跟 上一列比的话 你可以把i-1就好了 跟你现在这一列跟你上面那一列如果相等的话 那你就也许可以把i-1那一列给删掉 那如果再来他就删掉 那再来比 如果又一样那就再删掉 又一样又再删掉 这样的话可以减少很多麻烦 就是如何删除同样 就是相同资料的部分 所以我这边有写这个是刚刚打的 就是这一段 另外的话如果你想要试试看 删除如果一样的资料 其实一样的资料怎么做 其实你可以试试看 如果像刚刚这个练习 你可以把同样的资料多筛个几笔试试看 假设我今天这边有重务资料 Ctrl C 然后这边的话Ctrl V 他怎么盖过去了 没关系 反正就做几个一样的资料 你就是试一下 然后假设如果有一样的资料呢 你就把它删掉 你就可以利用 for i 等于 13 到 4 然后他一直往上跑 你可以一般比学号 如果一样的时候 假设他现在的i 跟他下一个一样的话 那就可以把i-1的这个资料 帮我删除 OK 然后他就会往上跑 然后再继续往上比 OK 类似像这样 那你就可以再删除一样的资料 也许 我想这个可以 如果你要找比较好的例子 我其实在云端上有放一些东西 你们可以在我们的云端 白板里面 找到有个其他补充范例 其他补充范例里面有个入门 各位可以看到有一个范例 刮壶后面有一个是什么呢 这边 删除重复列 前面有一个叫学习签道部 因为以前我给同学上课签道 大学生签道 因为一般人数大概七八十个 然后我说你签道次数越多的 你分数越高 然后他们怎样呢 就给你一直签 而且一次签十个 那我想说你明明只来一次 但是你签了十次 那怎么办呢 我一定要把重复的那个九个删掉 剩一个吗 对不对 这样才公平啊 那怎么办呢 以前可能要 你总不可能图法略当三吧 所以你可以想个方法 就我刚刚讲的 所以有兴趣同学 也许你可以把这个范例拿来玩玩看 那写好的程式码在这里 就这么短 OK 也许可以参考 另外还有一个范例吧 如果各位有兴趣的话 还有一个是 删除空白列 与插入空白列 这个也是一个同学问的问题 因为他说他每天工作 就是要跟 有些时候是要把空白列全部拿掉 有些时候是要再插入空白列 所以他希望一件可以有空白列 一件可以把空白列全部拿掉 不过 删除空白列各位有学会了 但是插入空白列 刚刚各位没学过 不过没有关系 他的原理跟delete一样 delete是三组 那如果你要插入空白列 就叫点insert 那那个单字的话 其实也不用背 你在键盘上可以找到 delete的上面就要insert 那就是插入空白列 那你要插入空白列的原理原则 其实跟删除空白列原理原一模一样 也要倒过来 倒过来删 所以如果有兴趣的同学 可以拿这个来玩玩看 我记得还蛮好玩的 就是你可以瞬间一下子全部 就帮你把所有的空白列加上去 就像这个地方 这个例子 它是原本是全部都有一个 一个一个的空白列 那你希望怎么样 一件把这些空白列全部移除的话 那就有个删除空白列 我先执行给各位看 执行下去 有没有 一件全部 他说 哇好棒 太好了 解决他一个心头 一个大患 但是他说 老师可是我有时候又要 希望他能够全部又恢复成刚刚的样子 怎么做呢 其实很简单 插入空白列 执行一下 马上又恢复了 对不对 所以其实如果你懂得 Rose物件 其实还蛮方便的 做法还有很多 你要插入两列三列 或者你要删除两列三列 其实原理原理都一样 可以在瞬间一下子完成 所以延伸的范例题有两题 所以也许有兴趣的同学 可以到云端白板里面 找到其他补充范例的入门 找一下有两题 我刚刚特别提到 删除重复列 这个学习签到户 还有删除空白列 跟插入空白列 这两个范例 画面先还给各位试一下 其实后面还有类似的应用 就是有关列的删除 跟列的插入 下一个范例 好像下一周日期与时间函数里面也会用到 像建一个粘粒之后 粘粒下面要放空白 给人家填资料的时候 你要让它填资料 你就要 你如果用手动去插入空白列 那太浪费时间了 所以有办法一键按下去 全部空白列都帮你产生了 这样的话感觉就很方便 这些事情 如果你是用人工来做 当然很浪费时间 而且你如果经常每天都要做的话 那你会发现太省时间了 而且按一下 自动就全部完成了 感觉其实 我觉得还蛮有成就感的 我可以试一下